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及优先购买普罗政治学院的新产品 包括书、其他产品 例如围衣、T恤等等 以及一站式可以看到 MyRadio YouTube频道的最新影片 以及颠狗日报的新闻 以及采访专访的影片 第二种就是金级订户 或者是会员每个月月工30美元 除了可以享有银级订户的优惠之外 所有普罗政治学院的产品 都可以得到七折的优惠 以及可以优先参加不定期 由普罗政治学院在香港举办的活动 第三种就是钻石级订户 每个月给100美元 支持我们100美元 都可以享有所有银级或金级订户的优惠 还可以每年收到不少于一本 由毓民编注和亲笔签名的新书 包含本地和海外的邮费 直接寄到各下的赴上 突破黄标言论审查 付费支持自由发声 请支持myradio 欢迎订阅和大家见面 今天讲这个主题 《俄罗斯的性与暴力》 因为看了两部都是俄罗斯片 近年纪录 我看那么多俄罗斯片 我都没试过 但我们看这个都是新世代的俄罗斯电影 跟我们以前看的俄罗斯电影 是显著不同的 以前那些是苏联片 你这么说 你说看 那没有 苏联已经走了很久了 苏联片其实一段时间看很多 例如冬奥 但主要那个场合都是在电影节 所以上去的质素都相当高 一个原因很简单 因为社会主义的体制就是 凡是拍片都要審查的 由剧本都拍 所以你可以说很多东西不准说 但如果他比起讲之余 那些片的水平一定很高 是不是这么厉害 而且你会看到有好几个 出名的那个导演 都是变成了要流亡 Tazosky 我们的偶像 都是变成了流亡者 后来都是吓死于外地 他好像都不太得志 就是离开了 就是在他在新的时期 他的作品是很受国际认同 很可惜就要有一个叫流亡的一个经历 好了 还没讲这两套俄司兵前 一个我也觉得可以提一提的事情 就是小女孩有伏黑版 小女孩的伏黑版 这个就证明一样东西 就是港产片开始就有伏黑版经典 会的 因为4K 就是快来转8K 这个4K的那个东西 就为了供应一个 叫做 立即进入市场出来 但是很快会换的 大家要小心点 8K 应该 不过8K 就是你会看到 我们就原本以前拍的电影 那样东西 就基本上那个方法有不同 就会看到一些不足 不是说8K就一定会好的 但实际上我想你刚才提了这个point 最关键就是香港片 尤其是去70年代打后 就是李小龙电影打后的功夫片 去到80年代 你本来都是属于新浪潮电影的 那个潮流的那些戏 那个基本上有一些学者 外国的学者 包括香港都有的 都觉得这个是世界遗产 因为香港的电影的出道 尤其是现在 刚刚这个时刻的 那种香港的 那个面对的转变 大家都觉得香港这个文化 是一个国际的文化资产来的 所以有很多那些戏你会看到 就突然之间就注重了 那小妹仔都是其中一个 但如果你是观影的连接比较少的 你不会知道当年小妹仔 它造成那个社会的话题 台长我认为你会说小妹仔 什么名字来的 你还没听过的小妹仔 或者鱼蛋妹你还没听过 什么鱼蛋妹 小妹仔你还没听过 那么你起码听过温碧霞吧 温碧霞如果还没听过 那真是很薄 刚刚上个星期堕落花 他这个小妹仔出来 有堕落花新电影出 横跨了几十年 你真是很厉害的 其实事实上去到千禧打后 我们本身也有担心又有惊喜 惊喜就是很多老的资产 原来还可以用到的 包括他们现在还很喜欢看路海瓶的 但是有一件事就是说 原来年轻人喜欢拥抱旧世界 那些创作人拥抱旧世界 多过想讲自己的东西 所以你会看到可能千禧打后那时候 今时今有很多的创作 你会发觉年轻人都比较喜欢 是讲一些老太的世界 他们怎样看法 这样为主 你看到这种这样的 从来看到一个香港的现象 我常常有个感觉 譬如《摇鬼岳》或者《劉行英娃》 以至电影都是一个老化了的艺术类型 我们要想想年轻人 究竟用什么艺术类型 去表达他们自己的感觉感受 这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 是 我们讲回俄罗斯电影 俄罗斯电影事实上 我们之前也讲的一套 是讲太空船的 是相当之好的电影 也有是乌克兰 即是那个富士特号潜艇的问题 但那个不是正宗的俄司片来的 正宗的俄司片是怎样呢 这两部都被大家看到的 因为它本身不是一些大的制作 两个片基本上都是 制作是相对比较简单 我相信是如果用我们香港片的时候的说法 台长我想都听过片花的那个人 即是说他有这样的concept 可能就是集资 找到我们的投资那些东西 那个投资不是很大的 就是说他想着 好啊那花几个万的 可能成本就是几个percent 然后就买他的那个 片花 放映权 那这种呢 即是其实草草埋卖 就已经足以可以给你 开到一部戏的那个负责的了 但如果你看两条片 那个片头呢 其实你都有俄罗斯的文化部去支持的 嗯嗯 就是我想现在 譬如说那个 除非你的那个市场影响很厉害 厉害很厉害 首先呢 都要靠一些政府的资金去做的 这个包括英国也是 英国你会见到就是 他很多时候会出的 就是那个彩票 是 彩票那个分顶 就是等于我们马会那样 就是支持 那anyway就不要紧要的 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 俄罗斯平均你看到两部 那个爆炸力都相当强的 嗯嗯 就是想一些东西是有 有些想头的 是 就它的那个区域性的那种特色 是 还有我不知道有没有俄罗斯性格 就是 哦 一会可以讲讲的 什么为止俄罗斯性格 文化性格 这也差不多你 什么叫文化性格呢 其实呢 你看两个几个照片 你已经看到就是 怎样拍法呢 很明显的 你会看到那个文化 他怎样怎样都好呢 他脱不了自己的那个本土味 嗯 那个本土味有时呢 就是你经历那个叫深入的阅读的时候呢 你就看到他那个叫做是 价值的 嗯 因为很多时呢 我们看一部电影那时 如果你一看那里呢 他里面有一些底板的东西呢 嗯 就我们会深入去看的时候 譬如 哦 他年轻的时候呢 他怎样建立自己的思维的时候呢 差不多你叫做是七至十一啊 那时那些时间呢 嗯 其实就影响他那个思维的那个性格 就是他小时候 这些就是 哦 他如果这个年纪 他应该都还是 是苏联的时期的那些 你看到的 是他有说的 他里面有一句对白 讲到这件事 是 那就譬如说 这一套 《饥饿人妻》啦 三个片啦 那这一套 现在又可以得 有 有 这个票 就是 有送的 有换票证 看你几时死 这个呢 为什么我们会提一点点 就是 他是不是那个风格 就是很像荷里活 特别是 特曼天奴 那基本上就不是的 因为他也有言之有物的 他宣传就说是 俄罗斯的特曼天奴 那其实我就觉得 不需要这么宣传 他有特曼天奴的形势 现在最主要就是 你要吸纳电影的观众 因为电影是大众文化 他里面可能 就是里面 你需要 就是会想着 你看你那十个的 那些观众里面 是不足以你养到那部电影的 是 你最好呢 如果有十个 那叫基本观众 你要一百二十个 那就是最好的 这个很对的 这个是marketing 这个就是 这个叫 为什么电影会 变成这么重要的一个 作业工业 你进去 戒凳也没所谓 就是你进了场 你进了场 喂 是不是骗了我进场 就是标题当 不要紧的 你进了场戒凳之后 因为现在没有人戒凳 你出来摘了场 就吵两句 那我们讲回这套 就是Fidelity 就是中文的翻译 广东话翻译 就是饥饿人差 那这个令我想起 一个N年前的事件 几同我同龄以前 都看过一位 法国律明星 是 是 那当时有一年 就是他一套 就是讲情欲的电影 就叫Fidelity 是 那一套片 因为基于市场的原因 在香港 就形成这个 应该叫什么呢 情欲寫真 是 那就文宣这位女星 来到香港 有人就翻译了 这个广东话的 戏名给他 那他就很生气 是 他就说 喂你 就当我看咸片 不看 不行 你要用回这个 原本的那个戏名 Fidelity 法文 是 那到尾 那套戏 结果就改了名叫中精 是 那你猜有没有影响过票房 那有呢 带了东西 是吗 你有没有记得这件事 没有 但是你一听的名字 就是情欲寫真 是好过 好过中精 这个名字 是啊 那情欲寫真 其实就不是咸 不是咸 不是咸 气名来的 就是解释给他听的人 就是心邪 那什么叫寫真呢 寫真是这个 就是摄影嘛 摄影 摄影 不解释 就是那种叫仿真度 寫真 寫真 就是简单来说 上片 但是他可能想到就是 AV那些 寫真 是不是 就变成了 整件事搞到 就是 不解释了 不解释了 那这套片也叫Fidelity 是 那戏 那戏名本身呢 如果你是用原文 我估讀俄文 都是这个意思 就是我估讀 因为我们这个台有位朋友 认识俄文 我稍后再问一问他 但是呢 如果俄文这个戏名 或者英文的戏名 其实是一个奉刺的意味 有可能在片中里面 那对年轻夫妇 年轻的中产夫妇 大家互相都怀疑对方 究竟成不成实 那结果出了一场悲剧 但是呢 如果你说 在那个广东话的刑名 那就问题来了 那他是不是饥饿呢 这个人妻 那我又觉得他不是饥饿 他是一个很正常的性欲的表达 出了街就有些饥饿 他饥饿的原因 不是他特别说 就是个人本身是怎样 而是他处于一个悲剧的处境 应该这么说 那这个就 是纯粹这件事 那对于我 对于这部戏呢 其实我有一个疑问 我也想问一下几图 如果你作为一个编剧的角度 因为你都编过《三夫》 不知 下片就编过《结局》了 《三夫》了 对上我们前两个星期 那个《修士极高》那一套 就是我们做《火候的二人》 《火候的二人》 还有这一套《惊外人妻》 如果三部片呢 哪一部片理论上可以不要这个 这些床上的 床面 可以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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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说出了他那个题目 那个主题 三部都不要不行 我和你有点不同意见 我觉得这部是可以的 这部是可以不要 或者表达的形式 不是需要这样的 那三夫是不可能的 三夫一定要的 《火候的二人》 就介乎这两个的中间 那我的例子是什么呢 就是当我讲的时候 你可以再想想 譬如《玉扑团》和《金瓶梅》 《金瓶梅》 就是视乎你看哪个版本 根本不会有词画 有小说 是 但是呢 两个呢 其实你可以切完 里面 所有那些最咸的情节 是 但是《玉扑团》是不行的 是 因为我们很N年前 我们几个人都讲了这个题目 然后是什么呢 就是《玉扑团》 是 integrate 了进去那个 那个小说的text 里面 这个题目 性的那个题目 是已经是变成了 他那个气的那个骨肉来的 是 血与骨 他不可以 玉扑团团 如果你衣服里面 他讲的那些咸的 本书不成书 是啊 但是《金瓶梅》是可以的 那这个就令人说 一样的就是 他里面咸的那些 其实是后面的人加上去的 嗯 ok